大家好,我是福大老师不虚 今天我们主讲伤残还有意外伤害 伤残或者是意外事件的信息 它有以下特征 第一点就是本命局里面 食神或者伤官比较多 流年逢通根引化 它就会触发 第二点就是伤官七杀为祭神会比较严重 第三点,食神伤官被治被冲克 严重的时候为触发的时间节点 也就是所谓的制服太过 第四点就是食神伤官 它带有栽杀等不好的神杀 那情况就会比较严重 第五点就是命局中有七杀同时也被刺激 第六点有直卯形的信息 第七点,从面向上来分析相关的信息 好,我们先来看这第一个案例 这个八字也是以前一次在饭局上面认识的 他们都听说我会八字 然后就来考我 问我能不能看出他身上有什么问题 我一看这个八字就很明显的身弱 任水日圆,不得氏 然后地支就得一个不得令,不得地 然后就得一个氏 而且他这个伤官也很多 有人可能说,这个命局里面没有什么伤官呀 但是大家要注意了 这个城库,它里面那个商官 还是一直有根的 它这里面也藏着一个商官的根 那么相对于这个层层自行 它还会加强它的能量 那么就相对于是三个这个商官的根 它都存在了,它的根基是存在的 所以我就判断好了这个思路了 首先就找这个商官力量最强 又同时被克制的非常严重的时候 我们先看了这个大运 就把这个大运给锁定在任层大运当中 为什么呢? 第一个,因为层层自行 它这个是三个层自行 同时这个七杀也是非常旺 七杀的话,它也是病痛相关的信息 然后我脑海中又想起一句话 叫做任道卯中商 就是商官它是一种非常猛烈发泄的信息 这是它的本质 有人可能就要问 为什么不是新卯大运呢? 因为这个毕竟对它来说是喜用的格局 它深入商官配应为喜用 所以说不至于太凶 锁定大运之后 接下来就是锁定流年 天干有心经 那么就是乙木 它透出的时候就会发生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这个天干本来是有个心经的 对不对? 那么它这个乙木一引透 它就会触发乙心相冲 那地质如果也有这个乙心相冲的这种信息的话 它就会激发 你看这个成有和经 其实它的本质也是心经去刻这个商官 也是以心冲 所以说天干和地支它都在以心冲 那么那种时候就是爆发的时候了 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 那么乙木它有三个根 那么这个成库一来一冲 它这个自行的力量又加大了 所以说它的商官会更旺 它天干地支都同时具备了这个金木交战 并且透出的这些信息之后 我就把这个时间节点 把这个牛年锁定到了乙友年这个年份上 它命局本身有四 牛年有这个有 还差一个丑的话 它就三合金局了 然后极丑月 也就是心经旺的时候 同时这个鬼水也被克制 因为这个官杀克比杰嘛 然后它这个也是这种手足受制的这么一个信息 同时的话它还有成丑相破的信息 它里面也是那个羹之间打架 也有以心冲的信息 所以我就将这个范围锁定在两个月 一个是白鹿节气 白鹿节气的话就是这个有月 第二个节气就是小韩 就是这个丑月的时候 因为两者都是金木交战或者金罪旺的时候 后来它反馈的是什么呢 那年是它去放牛 从这个牛背上面摔下来 摔到一个坑里面 然后就把这个手给弄缠了 并且是右手 天干为左,地日为右 年月为左,日时为右 都可以这样来看 整体而言的话 它右边的信息会显得更加明显 但是这个伤残 并不严重 只是轻微的残疾和影响 所以说大家可以发现 这个山河局的力量还是很大的 并且还出现了奇牛这个信息 也是让我很惊讶和感叹 因为它当时就是在疯狂的问我 你能不能看出来 我到底是在做什么的时候受伤的 我就看这个丑 这个官 那我想它应该是在做什么事情 或者是说做什么事业的时候 出现的这种情况 没想到它居然是放牛 大家再来看这第二个案例 这个人呢 是一个长辈 现在你看49年出生的 今年已经72岁了 这个月的前几天 它发生了车祸 非常严重 人被撞飞十几米 但是没什么事 现在还在住院治疗 它女儿就来问我 是怎么回事 能不能够看得出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这个八字 它首先身弱 商官为继 同时它这个商官 还带着有斋煞 大家看见没 重点是什么呢 它这个斋煞 还做了一个天仪贵人 天仪贵人 就是逢凶化吉 自带解斋这种效果的 为什么今年会发生 这么严重的事情 在这个命局当中 你看 这又是个官 看起来平平安安的 那怎么会有事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原因 第一点 是什么呢 第一点是乙木 它这个商官乙木 在大运透出 并且它这个商官还非常旺 身弱又为继 又带栽杀 看见没 它这个润水生到这个茅月 这个商官是最旺的 然后在这个大运 一下子被引透了 力量就一下子增强了 并且这个 这个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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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河 木局 它也是在增强这个商官的力量 第二点是什么呢 那榴莲 四丑 它会拱出个有金 它榴莲又有个 你看这个刘月 四月 它这个榴莲是个丑 它本命局也有丑 四丑拱出这个有金出来 它是藏着的 然后这个天干这个心经 就把它给引化了 一一引化 那么这个商官的力量 就非常的强 这个硬的力量 就非常强 那么这个刘月 还有这个月柱 它也是天刻地冲 有人可能在问 这个没有天刻地冲 只有这个刘月丁鬼冲 但是大家别忘了 这个世丑拱有 这个拱出来有金 它是暗藏着的 它是不会直接显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要学习 这种山河局的墓地 或者各种各样的河会城局 它这个有金是暗藏着的 它实际上是有的 它这个有金是一直挂着 然后毛有冲 天干丁鬼冲 所以月柱是被天刻地冲 非常严重 并且在四月 四海也会相冲 把它的鹿冲走了 那也是一个没有饭吃的象 人被撞飞到这种程度 他直接去了ICU去抢救 然后一直在输营养液 那也不就是不能吃饭了吗 然后能够逢凶化吉 这个时候为什么 最主要原因是这个灾煞 戴天以贵人 其次认鬼蛇兔肠 你看这个蛇 还有这个兔 都是他天以贵人 所以说他在这个月 发生多大的灾难 他都不可能致命 或者说都会 至少能够保住一命 即使发生这种车祸这么严重 好 第四个原因是什么 就是他这个伤官被制得非常严重 并且这个月祖天科提送 这是最主要和核心的原因 有人就说这个伤官 怎么被制呀 因为他可能大家没有 关注到一个点是什么 这个伤官 他在本命局来说 他首先是很旺的 但是他再旺 他也旺不过这个所谓的心经 在心经这里的话 这个经的力量 在这一年是最强最强的存在 毛友冲 天干这个丁鬼冲 加上这个疑心冲 都来了 此外的话 第五点 这个丑须相形 也是一个信息 这个丑须相形 这个官杀便忘了 此外 他的这个摘杀 还有一个就是子 去年就是子年 我就问他女儿 是不是去年也是生了一场大病 花很多钱 他反馈也是 为什么这么断 要查摘杀 大家应该都会查嘛 这个山河局的 中神相冲 就是为摘杀 四有丑 山河金局 那么中神为九 毛友冲 那么有 这个毛就是摘杀 银武虚山河火局 武为中神 跟武对冲的那个子 就是摘杀 那么子对于这个认罪来说 它也是一个劫财 并且又有一个子毛型的信息 所以说去年 我们就可以断他 生病 因为子毛型 然后又破财 因为这个劫财 的存在 所以说 他女儿就是反馈 也说 这个完全属实 这个牛日的图片 就是那天 遗丑日 你看四丑拱有 那有金一下子不出来 然后这个天干乙心冲 又有丁鬼冲 那他是几点出事的呢 是在这个五点到七点 大早上刚刚出门的时候出事的 就是那个卯石 一般来说 卯有石 就是他这种气 交战最纯的时候 就会触发这种事情 案例二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案例三 这个八字 就是去年 在四月的时候 他打篮球 跳起来一下 就把这个脚给摔断了 去年发生的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来看一下 庚子年 首先他这个 说弱也不弱 你看他这个笔节这么旺 但是他这个伤官实在是太旺了 即使是喜用 我跟你说 这个凶神还是很可怕的 即使他是喜用 去年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们来看这个原因 第一个是植物冲 才坏印 这个印一被坏了之后 这个伤官就无致了 并且植有破的话 也是那种组织磋伤 或者是那个骨骼 他那种被坏的一个像 精成水底了 其次的话 他植有破 市政他气非常纯 他一旦相见 他印事情 他那个就会特别的猛烈 第三的话 就是三会火局和金 这个伤官对抗 伤官爆发 什么意思呢 你看在四月 他去年也是四月的时候出的事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 你看这个地支 四五位 三会火局 火去治这个伤官 但是能不能治伏呢 治不伏 为什么 因为在去年这个大环境下 你看他大运家牛年 是一丁点火都没有的 他这个火只能在他本命局里面 和这个牛月有一点 然后一去冲这个伤官 这个伤官怎么说呢 一不爽就把这个给干翻了 就把这个硬这个火给干翻了 所以说 他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一个是金和水之间关系 一个是火和金之间关系 反正都是这个 把这个伤官给得罪了 特别的凶 然后这两天呢 又来找我 又是脚疼 今年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你看他说 快来帮我算算 我这位好倒霉啊 还给我发哈哈 那我就看了一条他八字 我就说火金交战 口舌官司是非 或者就是骨头 骨头出问题 他说他的脚都肿了 在这段时间 你看他本命局 一遇到这个柿子 这个火就爆发了 三会成菊 还有这个金 是一个商官 他也会变得很旺 那火的经验方程器皿嘛 但是火金交战严重的话 就会导致这个金变得过于脆弱 金脆弱是什么 金代表人身上的这个骨骼呀 因为它是最硬的东西嘛 你看在这个2021年 四丑 四有丑三合金局 然后又通根 他本命局也是通根 说不定这个拱出来这个有金 他们还会拥有自行 然后这四五位三会火局 那火金两旺 这个怎么说呢 还是会挺难受的 这个就是他去年打篮球 跳起来一下 这个落地之后就成这个样了 大家来看这下一个八字 这个八字的话也是在饭局上面认识的 我无意中看到他下巴有一道很深的疤痕 很长 但是他这个人比较胖 不是很容易能够看得清楚 他是在扭脖子的时候 我看见的 然后又看他的这个八字 我就断他这个腰上 容易受伤 要注意和小心一点 他说他自己的这个脊椎早就受伤了 是在2015年受伤的 我本来认为应该是在2016年受伤 我的判断失落就是这个伤官被制服太过 这个原因是什么 原因大家来分析 第一点 这个伤官被制太旺了 这个怎么理解 就是认到毛中伤 因为天干的乙木和毛木它是同气的 就是这个乙木或者是这个毛木 它会泄这个认水泄得太严重 你们可以这么来理解 第二就是下巴 下巴这个位置 大家看这个面向图 下巴这个部位 这个部位为砍挂 砍也为腰也为水 那么这里有一道横纹 就是他的这种一个表象 那么这个伤疤就是可以和这个伤官互相佐证 他这个腰上有伤 或者他腰容易受伤 第三点是什么呢 就是指味相害 欺杀被击 指味相害它本质是什么 你可以把这个鬼水看成一个 我看一下 就是看成一个子 然后这个乙木 你把它看成一个毛 那么子毛型是不是病 然后这个钉鬼冲 食生自杀 但是怎么说呢 也是这种不太好的一个信息 然后这个七杀被激活 因为地支的话 也有这种子毛型之像 都是那种病伤的信息 它是在中午12点发生的 在这个15年4月6号的中午12点 50发生的 然后他去弯个腰 拿个东西 然后就把这个腰给扭伤了 而且还挺严重的 到这里的话 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好用的思路 思路是什么呢 就叫做命相同参 就是八字它有很多人都是有一样的 那不可能人人都会发生同样的事情 但是综合来分析身体 或者面貌特征 可以交叉的互相佐证 还有验证 还可以锁定这个四项的范围 我是辅导老师不虚 想加入实地班学习的同学 可以免费参加我一个月的辅导 手把手的可以教你看八字 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通过九龙道壤的微信号和我联系 谢谢大家 再见